半斤早上好 我一起來 阿龍就在吃早餐了 你吃的是什麼 我自己做的牛奶煙麥粥 凍過了 凍過 對 我沒有煮完 就是麥片加牛奶加香蕉 還有一些果粒 然後泡在一起 我做的這個檯面 還是不影響開窗 但是要上下 哇 這白天你看停了好多車 昨天晚上還沒那麼多 我們今天很休息 走了半天 出去了 麥麥你在吃什麼 給你餵了那麼多肉和狗粮 還不夠吃 香蕉豬來吃了 還有這個葉子菜 你看 我昨天把這個葉子菜弄來煮魚丸 昨天買的魚丸 多吃菜 但是我們又沒有冷藏了 太很容易就把它給爛掉了 我們 我們本來說把我們那個車載 冰箱拿走的 但是 放哪裡感覺就有些愛手愛腳的 好 好 看你煮一下 我們要把早餐吃了 再慢悠悠的去秤 成都 每天阿龍就要打香蕉牛奶了 謝謝你的早餐 你給我打的 你喝 半斤給你煮的雞蛋很快熟了 這個蛋還是煮成渣了 半斤的蛋沒有了 不見了 半斤心想 剛剛明明說給我煮的蛋 蛋到哪裡去了 半斤是那個小蛋 這個醬是我媽愛吃的一個醬 在醬裡面什麼都有了 油鹽麻辣的 今天溫度多少度 今天溫度 36度 如果太曬了 我們直接去汶川嘛 走汶川方向 就不在成都停留了 因為成都也很熱 半斤 我們直接走 涼爽的地方 因為我就是四川的嘛 四川以後著重的 等粉絲長多了 我們再好好拍一下我的家鄉 半斤沒吃到雞蛋 先來彌補一下 給他吃多一些鵪鶉蛋 你有沒有挑啊半斤 你來嚼一下我 拍一下就吞了 我們去了汶川 再往西藏方向走一點點 應該就很涼爽了 到了汶川過後 就很快高海拔了 就不會那麼熱了 我們在汶川 應該會待幾天 兩三天吧 我們現在出發汶川 前方請注意 左側來車 出來就堵住了 對 剛出服務區出來 就這個樣子了 對 差不多1.3公里 1.3公里 我們早知道這樣 我們就不出來了 應該先把這個導航倒上 你看 就剛出來 剛出服務區 我們應該看一下 現在等那個線不紅了 再出來 我們可以在服務區 待著玩的 那就堵在這裡 現在可坑地了 你看一路上 剛出服務區 口子上就堵起來了 這真的是在口子上 而且是1.3公里 好遠 好遠的路程 堵住1.3公里 堵住紅色了 你看 紅色紫色 堵在印記道就好玩了 就麻煩了 就更麻煩了 好多車走印記道 把人家車牌拍出來 被人家知道 要打我們 要罵我們 只能給他打麻 我把車門鎖了 他打不了我下車 咱們先跑了 各位後悔有氣 哇 感覺這裡像是惠州的奧地利小鎮 他這裡還有歐式的建築 我們出來高速了 現在繼續往汶川的方向走 金唐服務區 請在這裡 休息一會兒 嗯 半斤 給他這個擋住了 就沒那麼曬了 感覺像烤火爐一樣 對呀 好曬 好曬呀 跑一下早點離開 我們待會兒把車停哪裡 到處都好曬 半斤一聽到走了 我就把車子抬起來 開始導航 一百滴後 在道路鏡頭左轉 一百滴出 有違章拍照 請記好安全帶 因為走了 這時候 在車上 可以開著空調 就沒那麼熱 我們本來想停下來 做一下視頻 開著 只能走 因為走的時候 還可以一直開著空調 停下來開那個空調 我們今天都沒走過 沒走過 難怪最近天氣這麼熱 你看最近的天氣氣溫 全都在30度以上 最高溫33度 今天天啊 我們在這邊 真的是太熱了 在車裡都很悶 外面的天氣也是悶熱的不行 半斤就最辛苦了 穿著狗毛大衣 拼命的吐舌頭 我們又來到了一個服務區 看看這裡有沒有合適的停車位 有沒有清潔附屈 這裡那麼多樹木 應該有 現在好像沒有太大的太陽 停一會 停一會把視頻做了 不然每天都發的好晚 好晚 這裡所有的窗都可以打開 這邊 離他很遠 這地方好 窗戶全部打開了 我們中午吃啥 我煮個番薯和餃子 番薯和餃子 好啊 兩個 你不超過這個線就好了 對 不要超過這個線 不超過這個中線 把你加電池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半斤 豪彥谷 我去把那個水打開 你看我們還沒水了 我們兩個把這一包都給吃了吧 吃餃子就夠了 不用煮這個紅薯了吧 那你要去那邊洗 這裡沒什麼水了 沸水了 倒下去要計時 知道嗎 有個靠路邊的水龍頭是吧 對 但是那個水龍頭 它是那種膠管 很粗的 對 他們膠水龍的那種管 不好接我們那個 我們應該買一個專門裝水的 那個叫什麼 漏斗是吧 就可以接到盆子往裡面灌 太大火了 把火灌小一點 不然太浪費氣了 半斤走開 放這上面吧 這個蓋子無所謂 湯爛了就算了 你確定 對 可以墊幾層紙嘛 來嘛 你把這個拿開 我看看現在是什麼個狀況 沒事 燙 我去把那個碗拿進去 把醬料拿來沾著吃 哇 半斤 小子 13.1可以開好幾個小時 我喝這個冰水 你喝冰水 我要喝美酒 盒子倒嘛 繼續凍冰塊 每天都要喝這個 每天都要用 冰塊能夠給我們冰鎮酒 或者飲料 紅薯還在高壓過壓著 今天我們可以加餐 什麼時候加 晚上 路上啊 拿著紅薯 隨時可以吃 這個你說中午吃的 來吃 對 這個我要吃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牛奶燕麥粥 你不要醬嗎 不用了吧 你少一點嗎 這個很香 你用醬 這醬汁好吃 半斤趴著給你吹的 這個醬汁好好吃 我們多買幾包這個餃子 餃子 在任何地方 隨時煮的 很快就能吃 不麻煩 特別快 主要是我們經常會 走路 而不是走長途 我現在最快樂的時間 就是喝點小酒 很多人問我們 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 或者大熱天 在外面流浪 這裡跑那裡跑那麼辛苦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車生產出來 它也不是停在車位裡邊 它的目的 它的意義也是在於開出去 對吧 人生的意義也是這樣 你不可能待在家裡面 舒舒服服 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不一樣 對 我們其實 還是有人喜歡天天在家裡 上班 天天在家裡玩 就我覺得 不願意出來 我個人最大的快樂 就是跟喜歡的人 在路上追逐夢想 那種感覺 你有啥夢想 你說 我們在路上 浪跡天涯 浪跡天涯 這也是 實現夢想的一部分 我們拍也會 其實因為泥水喜歡拍攝 很多時候也是在追逐夢想 是吧 是不是 我的夢想就是 吃喝玩樂 還有人買單 所以說 現在自媒體 就是最好的工作 對 我們愛玩 就是我們做辦公室上班 按部就班的上班 上一段時間 我們也會出去玩一趟 然後現在不一樣 現在天天都在路上 這種感覺 就是我們想要的生活 大家家裡最舒服 哪裡都不用去 但是那不是人生的意義 不是我們人生的意義 我們根本都沒有想過三五年以後 我們做什麼工作 我們只是珍惜我們當下的生活 當下的快樂時光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很開心 中國有房車 對嗎 允許房車上路 對 允許房車 雖然規定比較多 就不能超過六米 不是超過六米 就是它的C型駕道 怎麼經常有限高 其實那些 還好吧 就才幾天 就喝了一半 你沒有一天喝一半就好了 又不開車怕什麼 隨便你喝 每一人再吃兩個 怎麼樣 我感覺我吃的比你多 我吃的比你多晚 我剛才也沒有數 我吃了多少感覺 長成大餅臉 好燙 感覺我吃飽了 吃不下紅薯了 紅薯現在可以不只晚上吃嗎 可能我早上吃的完 錯 你早上是吃的多 一包菜都給你吃完了 不吃就爛掉了 現在冰少了 這酒有點濃 可以嗎 這餃子又好吃又方便快捷 我們天天自己在車上煮 感覺吃的也還好了 而且費用更低了 我們以前經常在外面吃碗麵 吃個什麼蓋飯 兩個人都要吃五六十 自己煮一天才幾十塊 你看半天不熱了 這樣睡起來它就很舒服 好長一隻狗狗 還是小時候很可愛 像小熊貓 我們還是說去成都看小熊貓的 太熱了 不想去 直接去汶川 汶川那裡還低4度 28度 關火了 15分鐘 把它放在這邊 把它收起來 這個下完氣了嗎 下完氣了 把它打開 把紅薯放出來 把這個鍋要放回去 不然太佔地方 哇 香 好香啊 半斤都在臉嘴巴了 好燙好燙 有沒有紙巾啊 好燙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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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好燙 放死了 把這個鍋放回去 我們最近都是日常 昨天說少更一點日常 在路上什麼什麼 很多人還是喜歡看我們的日常 所以 所以多更一點日常的話 收益啊 各方面也會好一些 所以我們到了那些美的地方 也是多給大家一些解說 做那種紀錄片形式的 然後也會更新一些日常 這樣的話就可以保持每天更新了 我們今天視頻就分享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到汶川了 那我們汶川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